这鬼父老嚎的声音可真好听 你说呢 我说不然你哎 这怎么想到那个邻家大哨 会被他的师生 参导终于有惊喜 你全 我要让他活着 我要让他生死如 你这么样大哨也被你不保 反错我这是心事 师生折瘡了翻身 而是邻家的家族 他这个心机 都为当年的事情 代价 不好 师妹 我得回去跟女人们买去吧 好吧 那这是怎么办 哎 你看 妈 哼 说 大晚上的穿的人抹狗样去哪滚昏了 大晚上的穿的人抹狗样去哪滚昏了 妈你怎么来了 我没去哪滚昏 有朋友找我喝一杯吧 朋友 你还会有朋友 像你这种废物 别人你躲还躲不及 还会有人找你喝酒 是不是偷了静静的钱 在外面养女人啊 林志明 你到底去哪了 静静给你结婚四年都没通房 你怎么可能忍得住 没在外面找女人 我才不信 你 这样 赶紧跟他离婚 这种事情没有证据 你不好乱说 还需要什么证据 像这种有人生没人养的杂种 你还以为他在林家里翻到什么 我们姚家白白养了这充鲁四年 还不离婚等什么 可是 静静 那你这听妈的话 能不能翻到 你说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静静看吧 妈就说了这种废物男人看不住 林志明 算你有自知之明 明天一早就去办离婚手续 林志明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没错 离婚吧 不对 四年了 这么羞辱你 你都不肯离婚 怎么突然就送口了 不对不对 肯定是临时机团叔叔 你能得到好处 林志明 你是真的确定要跟我离婚是吗 好你个林志明 真是个红薯套白狼 一点不留 静静 咱不能离婚 必须等临时收购结束了 拿到属于你的那不会再离 林志明 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出现在我面前 好 好的 沈红月 我就让你再搞定最后 你在姚家当坠去 也不做什么 咱们还磨磨叽叽的 等公交 等久了点 哼 还坐公交 真是丢林家的脸 林氏集团马上就要出售给药金资本了 你今天乖乖签字 什么也别问 敢给我添乱的话 我就把你从林家除名 沈女士 昨天晚上我们该谈的谈的差不多了 直接签合同吧 林志明 过来签字 签什么 你签字就是了 废话那么多 这是 要出售我所有的股权吗 不然呢 当初这些股权留给你的时候 就是为了给你分红才留给你的 现在我们公司就要出手了 股权自然要收回来 赶紧的 可是 这是我爸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他那时老糊涂了才会给你 你一个私生子 林家的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你 大妈 能不能给我留点 如果连这点东西都没有了 我还怎么在姚家待下去啊 还敢跟我讨价还价 卖了股权 姚郑肯定会给我离婚的 你以为不卖股权 他就不跟你离婚了 赶紧的 否则我现在就把你从林家除名 现在你跟林家唯一的关系也已经结束了 大妈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从林家除名了 我从来没有把你放在林家的宗策里 赶紧滚 滚 我看现在滚的应该是你吧 什么 林志明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让我滚 这是怎么回事啊 黄老板 你搞错了吧 我们药金资本的老板 我怎么会搞错呢 林氏集团是我的了 林志明 你怎么可能是药金资本的老板 你一个孽障 你从哪来的钱 你管我哪来的钱 也不好好看看 你眼前的这个孽子 已经把你所在的地方买下来了 也不看看谁在谁的地盘上撒破 我骗我 教育无效 林志明 我不可能把林氏交给你的 合同已经签了 我才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 你还在这儿给我摆什么当家祖母的臭架子 跟你跟我滚 你 林志明 我是林家当家祖母 我是你爸的正妻 你不能这么对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恭喜老板 一举成功拿下林氏 林氏集团是我爸的心血 接下来 我要用十亿换百亿 让他们都来求我 他们一定会后悔死 林志明 我是姚静的闺蜜宋思晴 你如果是个男人的话 就赶紧来姚家 姚静被人欺负了 老板去哪 老板 夫人现在很安全 不过刚才给你打电话的宋思前 正在火董 姚家人劝您和夫人离婚 不知道 还真来了 静静 林家已经没有这种价值了 跟林志明离婚 跟李少结婚 他可是对你情深思狠啊 妈 你不用说了 我是不会离婚的 姚静 你可别静静 我吃吃茶酒 李家造业不让我 他已经是天生大的好事了 你要是不可离婚 你就过天了事 当年公司遇到瓶颈 是你们让我跟林家结婚 现在公司又遇到瓶颈 他还要出卖我 难道姚家 就只能靠出卖女儿的身体吗 静静 你怎么跟你表哥说话的 这怎么能找卖的 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为了家族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王天华人生 必要为差